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应该就差不多可以 大家好 我是张爸爸 欢迎收看地球的孩子 张爸爸是在做茶叶蛋 而且是照着食补做 但是这样照着食补做 不知道会不会好吃 不过听说在南投县 仁爱国小的万大分校 有五个五年级的小朋友 他们跟张爸爸一样 刚开始根本就不会做茶叶蛋 但现在可是做茶叶蛋的高手 而且像什么做松饼或是爱玉 都难不倒他们 但是听说 他们会这样做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有个圆梦计划 而且这个计划还很困难 到底是要圆什么梦呢 让我们来牵着手 美好时光莫走过 柳株欢笑在心中 全校只有五十个学生 是个偏远山区的小学校 2011年秋天 五个五年级的同学 在这里展开了他们的圆梦计划 我们要坐立行邮轮到日本的冲绳岛 那你的目标是多少 我们目标大概是两万 要不要爱玉 爱玉啊 大杯还是小杯 刚开始是有一个小朋友 他跟我讲说 他从来没有看过海 让我很惊讶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送他们一份礼物 让他们可以去看看 他们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 明年夏天 我们要去旅行 再给我一颗 谢谢 这是我们昨天投菜的上面买回来的 那你们一次买都买多少 应该一百多颗以上吧 所以你们一次煮都要煮那多吗 就应该全部把它煮完吧 放学后 五年级的同学 留在学校厨房忙着工作 原来他们希望毕业旅行 能够搭乘邮轮到日本游玩内 不过因为旅费太贵了 家长实在难以负担 因此老师决定 带着同学们自己赚旅费 现在正在准备 明天要卖的东西 这个是什么你看 柴叶蛋乳包 柴叶蛋的乳包 这是柴叶蛋专用的 好谁要来看 然后这个香菇啊 这个香菇是谁的你知道吗 梅花阿姨 对 梅花阿姨他们家种的 他给我们的 然后这酱油是怎么来的 买的 这个呢 我家的 你家为什么有这个 我爸爸从书书带来的 这是什么东西 马道 珊瑚椒 由于奥万大有很多观光客 他们决定买具有在地特色的 马告茶叶蛋 惠子的妈妈也提供了野生爱玉 我们就是用铁汤 后面这里或是前面 像是这个 也就把它 它的皮这个用下来 那些纸用好的时候就放进 像丝袜那样 那喜爱玉有什么要注意呢 手只要不要油油的就好了 油油的那样的话 爱玉就是 没办法做成像果冻那样 不会拧固 对 不会拧固 水有没有变黄黄 有 我会把它抓破 就这样的动作一直搓 然后大概要搓个 半小时到四十分钟 会是妈妈是这样说的 第一次搓爱玉 大家感觉有点紧张 努力了四十分钟之后 终于成功了 冬菊 豆花 我一样的感觉 就是豆花嘛 果冻 果冻 豆花 豆花 豆花比较软 对 不能口水滴下去哦 有香味吗 想吃 免费吃一口 不能先吃啊 不然我们就没有卖 没有办法卖了 那我们卖完再吃 南投县是全台湾 唯一不靠海的县市 幻大分校 又位在南投偏远的山区 下山道市区都不容易 更别说去海边咯 因此小朋友最大的愿望 就是看海 不过选择搭乘邮 其实啊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哦 那我们去年那一班六年级的小朋友 就是在做资源回收过程里面 发现了一张例行邮轮的那个DM 上面有印那个很 就是船 一艘很大的船 然后还有各个房间 然后有餐厅 有游泳池 然后小朋友看了就围在那边 就很很兴奋说 为什么世界上有这种 那么高级的船 然后他们就 就想说我们也想要去做 可是后来我带他们就是 做这个存钱的计划 可是因为我们只存到 大概七八千块 那所以就没有办法成型 那所以后来这一届的小朋友 就知道了学长姐的这些梦想 所以他们就想说 可以做得到 如果早一点做的话 我觉得船上应该会有高级房 因为高级房可能会比较宽 然后里面设备应该也会比较好 我觉得船上应该会有餐厅 然后我想在餐厅里面 一边吃那里的甜点 然后一边看海 我觉得船上应该会有房间 然后我觉得那个 比较便宜的房间 可能会是像家里那样子 比较舒服 我觉得船上应该会有游泳池 然后我希望我们去的时候 刚好是夏天 然后可以去那边游泳 我觉得船上应该会卖热气球 然后那些气球的突然都是那种 卡通型举例像 哆啦A夢之类的 由于梦想实在很大 单靠卖茶叶蛋 累积的收入太慢了 于是老师带着同学们 种植洛神花 希望腌制成洛神蜜件 卖给游客 作为收入之一 而种植洛神花的 首要工作就是育苗 倒一些下去 好把它混一混 它把它混均匀 现在在做什么 把培养土跟那个沙子混在一起 为什么要跟沙子混合 因为那样子 放到里面的时候比较保湿 对 就在大家埋头工作的时候 惨剧突然发生了 这个 太厉害了 这是什么 大壁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自己就可以搬了 快点 太厉害了 不要跟我搶 不要把她搶看 为什么洗手 因为摸到一个很噁的东西 什么东西 是不是 很像大壁的东西 谁有摸到 我 每个都有吗 没有 没有 你会不会以为那是什么 就会被按摩棍 对 然后变成硬硬的那个 结果呢 是大便 我会把它拉开 应该是猫大便吧 因为黄老师说 我们这里有很多猫 然后它很难去撒 只能不能搭配 好 把它掃掉 好 继续搓 你很想过了 快点 赶快搓 很快 没差了 等一下再洗手就好了 没想到啊 他们居然摸到了便便 虽然觉得很恶心 不过小朋友啊 还是继续工作 要分开 不要集中在中边 要像一个三角形 或是五角形那样 把混合好的土 和洛生花种子 放进育苗盆里 然后放在阳光 充足的地方 就大功告成了 我问你要做什么啊 我现在在披比较 我用那个晒的课语讲哦 就是我现在在披哈鲁 就是比较好烧的那种材 嗯 回到家的维恩 还是很忙碌 他赶着烧柴火 准备全家人的洗澡水 竹子要放多一点 因为竹子比较好烧嘛 然后木头是比较慢烧 只不过它可以烧很久 那这件木头跟竹子 都哪里来的啊 哦 竹子 竹子是我爸从上山带来的 然后木头就是我爸 是从上山批来的啊 果然这样会不会很呛啊 会啊 你眼睛快睁不开了 你每次都这样生吗 嗯 那为什么家里洗澡 要用煮水这样 因为现在松林 往上一桶就要九百多 所以比较贵啊 维恩家住在松林部落 妈妈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妹妹 没有办法工作 全靠爸爸在山上 打零工为生 维恩很懂事哦 他知道家里经济状况不好 所以每天啊 都会从自己的早餐前 省下食元存起来 作为毕业旅行的花用 我爸帮我做的 这是什么 存钱铜啊 然后如果存满的话 我爸就会从这里劈开这样 然后这足迹就可以拿去烧 因为现在我们要毕业旅行嘛 所以我就开始存这些 什么动力驱使你们说完成这个目标 可能就是因为同来都没有做过这件事情嘛 而且我们也没有出海过啊 就不知道外面长什么样子啊 因为就只有在差不多山上这样子吧 然后不然就会到埔里啊 其实小朋友啊 在准备摆摊材料的时候啊 可是都非常小心翼翼的呢 因为如果一不小心啊 搞砸材料的话 不只是少了一笔收入哦 而且老师啊 还会教他们赔偿 以示负责 所以比如说在洗蛋的时候 万一洗破了两个蛋的话 未来在他们薪水里面啊 就会扣除五块钱的成本 所以现在小朋友啊 可是非常细心的哦 松林部落位在仁爱乡 清爱村的北方 是个高山部落 这里的居民主要靠种植蔬菜为生 但是秋冬两季都会下霜 因此工作期只有半年 会姬的家里 种植番茄和高丽菜 她从小啊 就要到菜园帮忙 每天哦 还要喂鸡呢 每天喂小的 这个多久要喂一次 等它试料全部美的时候 每天都要吗 嗯 当然不可以让它吃的 有两颗鸡蛋 似乎有过 会姬的家里不但养鸡 菜园里啊也种了许多菜 过着自己自主的生活 因此用到金钱的机会比较少 爸爸就发现啊 平时很少买东西的会资哦 对金钱的观念很薄弱 他们不知道钱好用啊 现在有这种机会去接触说 赚十块 十五块 二十块 都是钱啊 像以前小朋友的时候都 他不知道钱的重要 所以十块丢在那一边 搞不好一个礼拜 还没有人会去接 最主要还是老师说有那个心 啊 带动这些小朋友啊 啊当然我们做家长啊 当然说借这个机会那样很不错啊 依我们能力范围之内 有办法帮助他们的 我觉得那个 差不到哪里去啦 看到老师的用心 和惠子参加圆梦计划之后的改变 让惠子的爸爸妈妈 确定也来铸上一倍之力 这比较五十块 那树架你们要让你家卖 好好好 这很重耶 这些东西收多久啦 差不多一个月吧 就是都是那个隔壁家阿姨送 就给我们的 为什么他会给你们 因为我们有跟他讲说 那刚好我们要回收 然后我们要卖出去吧 然后他就给我们 我们讲说我们要避免旅行 然后他想说帮助我们来 都是你固定在帮他们带的 啊我就带小朋友 都会经过这里 就顺路啊 大概隔多久来一次 我不知道耶 那个老师要安排时间 我是听老师如果说 他大概差不多要收了 小朋友家里面很多的时候 我就顺路过来再行 变卖资源回收品 也是同学们的收入之一 小朋友啊会利用放学的时间 在部落里捡回收 但是回收品数量又多 体积又大 因此惠子的妈妈主动来帮忙哦 每个月开车啊 带回收物品到学校 好像是紫的呢 回收物品再到学校之后 小朋友还要分类整理呢 我来拿这个剪刀 把这个剪开一下 我来拿这个剪开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呀 对 那你知道它现在大概有几个吗 有驴膜包 驴罐 还有驴干 还有驴干 还有蒜泥 這樣做回頭 你不辛苦 很累 很累 怎麼樣累 很熱 因為現在大太陽 所以很熱 然後頭很燙 這樣好不好玩 很好玩 不好為什麼要做 因為要必須旅行 但是還是要繼續做 Piz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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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完畢之後 再依照分類趁重 他們花了兩個小時 非暗工作 最後 總共賺了一千四百三十元 這筆金額 除以五 就是每個小朋友的薪水囉 一千四百三十 好 那你們每個人可以賺多少 一千四百三十 十除以五等於 兩百八十六元 滿意嗎 滿意 滿意 比上次還要好不好 對 賺只一百多 上次一個人才賺一百一十 對 這次有進步耶 每次拿到錢 老師會幫忙做紀錄 讓大家清楚 每一筆賺來的錢 也讓小朋友了解 成本與利潤的關係 接下來他們準備要到校門口擺攤囉 今天要賣的鬆餅和鯛魚燒 都必須把鬆餅粉調成麵糊去烤 但是啊 調麵糊這項工作啊 卻讓維恩很害怕 他們上次調聰明粉 結果倒太多的水 結果被扣一百塊 因為這種糊就 沒辦法弄 吃水啊 舉手 吃誰 這兩個 所以被扣一百塊 所以他們做錯成本 還要自己顧到嗎 因為那時候是成本啊 一包就要兩百多塊的粉 菜圓有什麼感覺嗎 超級不好玩 所以就別用了 決定再次挑戰鬆餅粉的維恩 有了鬆餅高手 怡恆的協助 希望這一次啊 能夠成功喔 一千公克嘛 然後他說一百公克放一顆蛋嘛 所以一千公克要放十顆蛋 然後水要加五十毫升 然後他因為一千公克 所以要加五百毫升 所以這次做有沒有比較有興趣 要 這次會成功嗎 會 百分之百會成功 如果沒有成功去集西部長 當維恩調好麵糊時 大家已經把攤位設好了 客人也陸續上門囉 大杯是這樣子 小杯是這樣子的 要不要愛玉 大杯還是小杯 35 大的35 這你們自己戳的啊 對 真的喔 那麼厲害喔 那誰教你們的 他的媽媽 他的媽媽教我們的 你們是要去哪裡 你們去奧萬大 怎麼會停下來你們吃東西 因為我在報紙賽有看過 對啊 所以我就想說 他們是不是要去畢業旅行 缺經費 所以我想說 來給他烹飽茶 順便看看小朋友 那你覺得說 小朋友自己用籌錢 然後圓夢說畢業旅行 我覺得這樣很好 我覺得這樣很好 比跟父母自己拿錢 我就覺得他們自力更生 這種精神很可貴 他們從小就這樣 我覺得這樣很 小朋友這樣很好 沒有這個啦 看他們這樣做會不會很心 就是辛苦的趕快來啊 沒有啦 平面上一百塊啦 但是私底下可能會多一點 給他們 家長會啦 在擺攤賺錢的過程中 小朋友不但學會控制成本 更體會到爸爸媽媽工作得辛苦 因為我們每次賣東西的時候 賣都很久嘛 然後每天回去的時候 隔天剛好也要上課 所以很累 然後腰痠被痛那樣子 然後但是爸爸媽媽他們 是每天都在工作 然後很累 比我們還要累 所以我覺得老師教我 錢不要亂花 你要十顆喔 十顆一百 我看有沒有一千 五分啦 鬆餅五分 鬆餅五分 一二三四五 六十五 來 預備 謝謝 其實這裡面的學習 我覺得在他們畢業以後 除了有一段旅行的回憶 我更重視的是那個過程 我覺得因為他們有去旅行過這件事情 會養成鍛煉出他們一種 一種獨立性 還有一種自我負責的責任感 他會比較有力量去面對他遇到的一些難關 好 太好了 那我們就要請下一個 我要請下一個 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所有的商品銷售一空 總收入是兩千六百九十元 購掉成本七百二十元之後 平均每個人喔 可以分到三百九十五元呢 現在已經有蛇要出來了 所以要才能讓你們穿雨鞋啊 一個星期後 洛神花的種子已經發芽了 同學們帶著鋤頭和鏟子 準備把花苗移植到學校的菜園裡 繼續過來 我不要驚嚇到那個 蛇嗎 прежде情形 must be 把菜園裡的灑草清除乾淨之後 還要松土做排水的甜梱 而你這樣種會不會累 會 portfolio 因為還要彎腰之類的嘛 被比較痛耶 然後手比較酸一點 為何不累śmy還要繼續種 要赚那个便宜的钱 实现梦想的过程 虽然很累很辛苦 但是这五个小朋友却发现 只要勇敢付出 努力不放弃 他们的梦想就能像洛神花苗一样 最后必定能开出美丽的花朵 学校里面中低年级的小朋友 看到学长学姐们为梦想 这么努力实践的过程 心里面可是非常羡慕的 所以有些从四年级开始 就要开始准备了 这样会不会有点太早了 不过说真的 看完今天的故事 张爸爸真的觉得 梦想不能用嘴巴来说 而且要生你去力行 而当你最后辛苦完成的时候 那个成就感可是非常大的 好了 今天故事到这边结束了 张爸爸的彩蛋 不知道好了没有 应该很好吃 好 赶快打开来看看 看起来好好吃 真香真香 等一下还可以带回家 给我的小朋友们吃 太好了 这一晚晚微笑月光 安安静静呵护我回家 谢谢你的守望 让我把一切看清楚 就算寒风呼呼 也变成温暖旅途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您的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